美国国会外交事务委员会非洲和全球人权小组委员会主席 共和党议员史密斯和外交事务委员会 新兴威胁小组委员会主席共和党议员罗拉巴克 星期四就器官走私和活体器官摘取举行联合听证会 并把重点放在中国当局摘取良心犯和死刑犯器官问题上 出席听证会的证人包括加拿大人权律师大卫迈塔斯 美国调查记者伊森·葛特曼 哈佛医学院外科教授弗兰西斯·德尔摩尼科 和全球退党服务中心发言人李祥春 麦塔斯·葛特曼和加拿大前外交部亚太斯司长大卫·乔高 在听证会前一天才发布了一份长达800多页 关于中国当局强摘良心犯身体器官的调查报告 麦塔斯在听证会上对国会议员表示 他们过去已得出结论 中国共产党为了摘取器官 大规模屠杀无辜 除了法轮功学员之外 还包括维吾尔人 西藏人和部分家庭教会基督徒 他们在公布的最新报告中表示 他们发现中国实际器官移植数量 远远超过中国官方所说的一年一万例 当我们把所有在医院和器官移植中心进行的器官移植手术加起来的数目是什么呢 与其说是官方说的一年一万例 我们预计范围在六万到十万之间 比较有可能是接近十万 迈塔斯说 这样的差距让他们得出结论 那就是中国当局为了强摘法轮功学员的器官 而屠杀法轮功学员的人数比之前预计的要高 美国国会众议院本月才通过343号决议案 敦促中国停止强摘良心犯器官 并停止对法轮功持续17年的迫害 该决议案要求美国国务院每年向国会报告 关于贯彻禁止向涉及强制一致器官 和人体组织的中国和其他国家人员发放美国签证的情况 听证会主席罗拉巴克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 说明这个决议案的目的 我希望我们能向每个人重申必须小心 看待任何一种形式的器官移植 像中国这样的专制国家 这不但是不道德的赚钱方式 还是压制人民的方式 听证会另外一名主席 共和党议员史密斯则对美国之音表示 中国必须立刻停止强摘良心犯器官的做法 器官走私是很野蛮的 很像纳粹政权的做法 目前在世界很多地区都在发生 尤其是在中国 中国军方人员通过处死法轮功学员和其他良心犯 摘取他们的器官 赚取巨额资金 这必须停止 我们必须暴露这样的现象 史密斯议员表示 中国没有透明度可言 所以必须让这些良心犯的处境公诸于世 我不能想象你原本在监狱里 但明早八点你的胰脏或肝脏就会被摘走 然后你就被处决 这是纳粹以前的做法 而中国共产党目前正这么做 针对美国国会343号决言 中国表示美国国会的说法是无端指责 活体器官摘除的指控是捏造 中国官员并表示法轮功反对中国 敦促美国国会不要支持法轮功 美国真英国会记者张佩芝长小报道